我们每天都要和手机 电脑 Alexa 小爱同学 发生千百次的交互 你的每一个点赞 每一次滑动 每一笔消费 每一次看小林说 都会被准确无误地记录着 但是在我们尽情享受着互联网 带给我们的便利和愉悦的同时 你正在放弃一件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数据 开头是不是又精彩又智慧 又深度又很冷静 数据可以有多么神奇 就是你今天刚办完婚礼 明天就能看到婴儿车的广告 刚学完Python 明天就给你推送格子衬衫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就给你推送小林说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初级的应用 真正的大数据 都是那种悄无声息 悄然无声 在背地里头暗自进行 它可以以各种微妙的形式 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影响着甚至是总统选举 影响着这个总统 到底是特朗普 还是希拉里 甚至当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我们还毫无察觉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前一阵子Facebook数据泄漏 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丑闻 扎克伯格都被拉到国会山 去质问和训话 是不是听着很玄乎呢 这期我们来聊点硬核的 它涉及到一些心理学 和大数据的内容 我个人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刚了解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震惊 当然我们不谈政治 我们就谈一谈这些 可能平时我们都不太留意的数据 是如何结合着心理学的武装 被拿来利用而改变世界 这个事要从一个叫做 SCL的公司说起 这公司成立于1990年 是一个做战争心理咨询的 曾经帮助美国和英国的军方 参与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 所谓战争心理咨询 就是希望通过心理学的一些手段 去影响战场 专业名词就叫PsyOps 就是心理战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比如说我怎么去劝服 穆斯林的小孩 不要加入基地组织 或者是怎么去劝一个村庄投降 等等等等 当然我们不说战争 但你想一想这套策略 如果真的能通过 改变人们的心理 去影响他们的行为 那有一个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 就是选举 你像各个国家都有选举 那么多钱 那么多民众 SCL就可以捞一笔 于是这SCL 就以一个政治咨询家的身份 开始掺和到各个国家的选举当中 比如说像阿根廷 特多 泰国 印度 马来西亚 意大利 肯尼亚等等 这么多国家的大选 都被SCL颤了一腿 不过这些都是SCL比较出气的玩法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大数据 直到2013年 他们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 这文章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 和他的学生一起写的 他们可以拿着一个第三方的APP 放到Facebook上 给用户去做问卷 如果你是声称以研究为目的 就可以从Facebook 随意的收起用户的数据 于是这两个人 在6年里边是收集了58000个用户数据 而且通过研究这些数据 他们还惊奇的发现 就这些简简单单的点赞 评论转发的信息 就可以反映出很大的用户特征 比如说你有88%的正确率 可以判断出你的性取向 95%的准确率 可以判断出你的人种 85%的准确率 可以判断出你支持的党派 当然还有很多你的性格特点 就是这么神奇 至于它是具体怎么分析的呢 这我们一会再说 我去那SCL看到这个信息 那是眼前一亮啊 你想Facebook那么多国家上亿的用户 这些数据把它都拿回来 我就知道它支持哪个党派 同时我又知道它什么性格 那结合着我多年心理战的技术 我就可以直接去影响这个国家的大选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商机 啊这个潜力真的是太大了 于是SCL立马成立了一个子公司 还特意把剑桥的名字借过来 给它起名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 这个名字未来真的是名扬天下 但是一臭万年 我们就把它简称CA 那CA当然是要为了谋取商业目的的 所以它的思维也很简单 我要做的事情 简单来讲分三步 获取数据 分析数据 改变选民行为 首先CA要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这个事 教授都已经研究出来了 Facebook接口也是现成的 那我直接找着教授 帮我来获取不就得了吗 于是CA火速 找到了发表论文的老哥 就说哎哥 我们现在想做这么一个研究 你来支持我们拿数据吧 我们来资助你 你这个剑桥教授 还是非常有职业操守 他知道CA拿这个数据 肯定是不干好事 于是果断的拒绝了 只可惜 这个道德操守比较高的教授 不干 但是有人干 CA那也是快马甲鞭 开始去划了划了其他的人 终于让他们找到了 同样在剑桥里 做研究的另一个小哥 叫做阿里桑达·科根 亚里山大·科根 科根职业操守就没有那么高了 他又特别急于出研究成果 既然有人资助我 Facebook又有现成的接口 我又可以做研究 那我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科根就如法炮制了 那个剑桥教授做的事 弄来了一个新的APP 改了个名字 叫做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 这是你的数据人生 就拿着这个新的APP 在Facebook上开始给人发问卷 这个问卷是原来剑桥教授的 算是个升级版 一共有120道题 你想打120道题还是挺多的 但是科根可以给钱 这也是CA为什么要资助 他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给你钱 两刀到四刀 你花个五分钟 来帮我做个问卷 不研究不得了 他发现他这个问卷发出去 我不光可以收获到 前问卷的这些用户的数据 Facebook还有一个安全路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用户的 好友的数据也收集过来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的有个好朋友 比如说在微信里头 做了一个问卷 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问卷 然后你的数据 包括你的姓名 年龄 家庭住址 种族各个信息 就被人家给拿走了 完全都没经过你的同意 你说吓人不吓人 What 这可是海量的信息 科根也是快马加鞭 几个月的时间里 发出去了27万份的调查问卷 收获了5000万人的用户数据 当然还有一些数字 说是7000万还是8000万 不过就是这个数量级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据CAA自己称 他们已经收集到了全美 有投票权选民 平均来说 每个人5000个用户数据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小程序 就造成了有史以来 影响范围最广的数据泄露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被披露出来的 你想那时候的CAA 拿着几千万用户的数据 偷着在家里乐 数据获取 成功搞定 好 好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海量用户的个人信息 还有他们各种转发点赞评论的数据 你说他是怎么通过这些信息 就分析出来你的性取向 政治取向 甚至你的智商等等 好 这就说回我们最开始说的 那个建桥教授的论文 他里边有个研究结果 这个原理就很复杂 来我来给大家简单说个意思 就比如说 他可以通过看你的点赞 来判断一下 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假设你经常给一些科学论文 给一些理论分析点赞 大概率你可能是一个 逻辑思维比较强 高智商的人 你要整天点赞一些什么 娱乐八卦 谁谁离婚了 谁谁又被抓了 或者网购信息 那你大概率 当然大家别对号入座 我只是说他们分析出来 这个信息是高度相关 那也不是绝对的 所以你要爱看什么 八卦娱乐爱点赞 你就接着点 在他们研究里 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那些喜欢点赞 Hello Kitty的人 大概率是一个性格外向 情绪稳定 而且有责任心的人 这个人就更有可能倾向于是一个民主派的政权 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大概率是个年轻人 就因为你点了一个Hello Kitty 是不是既神奇又吓人 所以你像你在平时刷个抖音 你每次的浏览 每次的滑动 每次的小爱心 这些数据都 就被送到字节跳动的总部了 对于他们来讲 那不是轻轻松松出一份你的性格分析报告 就跟玩似的 真的是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 所以下次你要真的想了解一个人 他平时关注什么 性格喜好是什么样的 把他手机拿过来 抖音上刷一刷 立马就知道了 好扯远了 我们接着回来说这个CA CA就借着之前剑桥教授的这套分析 同时又拿着Facebook 拿过来这些用户数据 做了一个改进 就形成了一套他们的五维性格分析法 叫做Ocean 通过这个方法 就可以从五个维度 评测出来你的性格特点 CA的这个CEO也是非常的猖獗 有一次在一个纽约峰会上就放话说 我们CA现在的数据 已经可以精准地预测到 每一个美国成年人的性格特点 当然这都是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到底是在那尬吹 也无从考证 不过你可以想象到 他们拿到的那个数据的数量级 你说可怕不可怕 就这样数据分析也搞定 好那既然又分析了数据 前期又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 又在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 接下来CA就成功掺和到了 全球最大的选举盛会 美国大选 加入到了特朗普的选举团队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 这也是他们最擅长的 也是最终目的 就是通过改变行为来影响选举结果 为什么说这个事是CA最擅长的 就说回到最开始 我们说他的母公司SCL 别忘了SCL一直就是做这种通过心理策略来影响选举 来我给大家讲一个他们之前的成功案例 大家听没听说过 在中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 有一个国家叫做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不是特别有名 但我们可以把它简称特多 0910年的时候正值特多大选 SCL就又掺了进去了 当时特多主要分两派 一派主要是印度人 一派主要是黑人 我们简单简称叫印度派和黑派 这SCL当时就是帮印度派在做选举咨询 你来看看他是怎么玩心理战的 他当时经过一系列的分析 决定从年轻人作为突破口 搞了一个叫做毒手的运动 大概意思就是说 Do so don't vote 要这样不要投票 这在年轻人里边可是形成了一股叛逆的风潮 再加上这么一个非常有显眼的手势 刷了一下就传播开了 大家都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就鼓励年轻人不要去投票 你这么听 好像他也没帮着印度派做什么事情 但是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 因为他搞的这个活动 根本也不是针对哪个政府 或者哪个帮派的 而是纯粹的 我就针对政治对吧 年轻人都肯定觉得 政治都是一些阴谋 都是一些诡计 我不要跟政治隔绝 我不要政治 所以他这个Do so的活动 恰巧就迎合了年轻人当时的心理 所以就有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但你在想 这个跟印度派有什么关系呢 CA聪明就聪明在这了 咱来说到说到 你看他分印度派跟黑派 这两派里头的成年人 其实不太会因为 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什么活动 就不去投票 大家该投谁还投谁 但是小孩就不一样了 小孩都很叛逆 对吧 就很容易受社交媒体的影响 问题就来了 黑人这边家长其实是不太去管孩子的 你爱投投不投拉倒 但是印度人这边就不一样了 家教非常的森严 你Do so Do so 但你投票还得来投票 所以最后造成的结果 就是黑人的小孩都不去投票了 印度人的小孩在家长的威逼利诱之下 就老老实实的来投票 所以最终在18到35岁的人群当中 印度派这边的结果扭转了40% 整体的结果往印度派这边扭转了6% 就是恰恰这么一个小小的扭转 让印度派最后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你看厉不厉害 心理学玩的溜不溜 我也不需要去改变人们的政治倾向 我只需要让黑人别去投票 就达到了印度派这边的选举结果 你就光看这个 你就知道CAA这是又阴险又聪明 还是非常有益手的 这回有了大数据的加持 那我就可以更加精准的投放 专业名词叫做Micro Targeting 说白了 就是根据不同人群的分类 去给你打不同的广告 见人下菜碟 你喜欢糖我就多给你点甜的 你喜欢蹦迪 我就多给你放点音乐 我们知道刚刚说CAA是帮着特朗普的 那所以我要是分析出来 你是一个希拉里的铁杆粉丝 那我也不需要对你做什么了 顶大天就是忽悠忽悠 让你别去投票 但是我知道你的性格对吧 所以如果你的性格是那种 比较容易焦虑 比较神经质的 就听风就是雨的 那我就给你来点 针对性的威严耸听的广告 比如说 你不投特朗普 美国就要把蛋了 只有特朗普能带美国 走向美好未来 就放点这种广告 假设我要看你性格是比较温和 比较讲理 又是那种家庭导向型的 传统性格的话 那我就给你投放一点广告 讲一讲特朗普当选之后 怎么关注家庭的收入 怎么共建美好社区 如何带领美国走向新时代 大致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都知道 选举这个东西 其实到最后比的 就是谁能造生死 谁有更多的钱 更加精准的广告投放呢 就能把这些钱都花在刀刃上 能让效果最大化 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 2016年11月份大选前夕的时候 当时各种主流媒体 包括金融的二级市场里 就没有人会觉得特朗普会赢 所有的人都觉得 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要诞生了 包括很多那种预测网站上 也就是象征性的给特朗普 一个15%的胜率 意思一下 然而 结果却是特朗普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之后就有Facebook内部的人士透露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 打广告的效果 要远远的好于希拉里 这一点CA真的说是功不可没 这件事呢 其实一直在被很多人讨论着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定论 直到2018年 随着各种媒体不断的深挖 还有CA一个内部员工的爆料 才被公之于众 就因为这个事 Facebook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你想那是那么大的数据泄露 所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说要是被黑客hack了 也就那么地儿了 问题是你把接口就那么长 这让人拿数据 那给谁谁放心 对吧 CA这边顶不住压力 和他的母公司 两个公司一起 在2018年都注销了 至于CA的这套模型 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这个事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甚至还有人爆料 CA之前还深度参与到了 英国脱欧的公投当中 因为确实 半年之内连续两次 让人大跌眼镜 出乎意料的结果 确实很难不让人起疑 不过话说回来 不管CA这边他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我们能从这个事看到的是 数据有多么的强大和可怕 这就好像一滴水 你看似没什么 但是如果你给每一滴水 都施加那么一点点力 你就可能改变整个洪流的方向 也从中影响着 我们的行为和生活 所以你看 大数据 其实早就比你自己 还了解你自己了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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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